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我现在在我家乡的山上 这个位置呢,离我家 有60公里左右啊 有50多公里,60公里吧 来回也将近100公里啊 今天开车上来的 这个地方呢,是火烧基地 大家看见这个树了吗?烧的都绝根了 找完火以后呢 风一寡的大树全倒了 这些烧火的东西呢,都是野生松子 我家乡这个地方嘛 产量最大的东西呢,就是野生松子 这全是树,全手都白瞎了 这百十来年吧,能恢复就不错了 这都是老百姓的财富啊 白瞎了 我今天呢,我来到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呢,让大家看看哈 让大家看看这个野生的羊肚菊 它也叫羊肚膜,它是生长什么环境 羊肚膜在什么 什么环境上给生长 等到大家来我家乡这个大西岸岭 采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地方了啊 看见了吗,这现在就长了呢 这就是羊肚膜也生的,看到了吗 一般嘛,它找长一个地方就有第二个 看,这大羊肚膜 哎 看到了吗 两个大羊肚膜哈 这个周边可能它还能有 刚才才两个大的,大家看看 看这两个大羊肚膜 生长羊肚菌,这个羊肚膜的环境呢 就是着过火的地方 这个着过火吧,还不是当年着的火 比如说今年着的火,今年不长 等到来一年的时候呢,它再长 等到后年的时候,它又不长了 所以说生长羊肚膜的地方嘛 它是挺神奇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尾生啊,要的也是挺WO的 必须得干净啊,它才能长 我家乡这块呢,有两种蘑菇,是挺稀有的 什么蘑菇呢 第一个就是羊肚膜 第二个呢,就是野生松茸 啊,这全是存野生的啊 你看看,我现在在这个大森林里 我让垃圾点大家看看 全是你火场了,看 森林 那边呢,就是大西岩岭的山脉 看看 看看 一般周边有一个地方的还有 但是我眼睛不熬食啊 因为我不常年采这个东西 大家看我采山货的时候 我很少是不是啊 一般都看见我是卖,卖山货 但是我采的少 因为啥呢 因为采这玩意挺遭罪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山上这块吧 有一种虫子,叫森林脾丑 你采完了以后呢 这个脾丑呢 一旦要是咬上你,擀上那个有毒的 那我就报废了 所以说的话,我一般在家收点卖就行了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个原因呢 就是每天在家发货啥的 也没时间来采 这一采就一大天 早上起来六点钟出发 就把这下午五六点钟能回去 还得说快点的 所以说一般给压就收点了 我就采过一回松子 给大家拍个视频 看过,采过蘑菇啥的 今天给大家看个羊肚膜 又看见一个 但是我眼睛不好使 这不也挺好使的吗 看见羊肚膜了吗 这不这呢吗 就这么一点我就看见了 这块有一个可能周边的还有 我再好好看看 周边 我们当地人吃这种羊肚菌呢 都吵着吃 这一线呢 我就准备开始收羊肚菌了 收羊肚菌 完了,大家又想要的呢 就可以给下单了 今年羊肚菌呢 我家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 为啥可以呢 因为去年着火的地方多呀 这个东西吧 着火它长得多 就是着火的地方 就是不着火的地方呢 它也有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它是少一点 所以说大家要是来我家乡 这个地方 要想采羊肚膜的话 尽量找去年着火的火场 找火场 完了,最好是啥呢 大家没发现吗 刚才我采的时候 有大树 只要是有一棵落叶松的话 它这个根上它就有 但是必须是粗的落叶松 着火火的 比方有落叶松的地方 那它就有啊 兄弟们呢 掏上了 碰着一片呢 看看这个啊 大羊肚膜 这是两个 掏上了 看看 今天晚上 是不是必须得喝一斤酒 不喝一斤酒的话 是不是都对不起 那点羊肚膜了 拿肉丝 一炒 这是刚长出来的 哈 这小丁 正常来讲 这小丁都不应该采 过两天长大再采 但是我是只能来一趟啊 从明天开始 在家就收羊肚膜了 我是不上来了 你看这灶态 好好看看 这块只要有一个就一片 让大家看看啊 这个呢 就是松塔树 长野生松仔的 我卖那个松仔树呢 松仔呢 就是它长出来的 松仔树 我家乡这个它矮 你看看 一般的有三米高左右吧 就这么高 这全是 看 这就是野生松仔树 这回大家知道了吧 看我们采多少 这是我的 这是他们的 看这个 这个小小点 好了 这回够咱们三个回去炒一盘的了 踩完了 现在回家 不能再踩了 再踩一会呢 天就黑了 今天因为误车 耽误点时间 现在回家干活啊 给大家发布 马上快到家了 从这个地方到家有三十多公里 刚才怕有炒耙子 所以说检查检查 他没准咬一口 要不累了 不能 他不能咬 要有的话 他那个嘴叼上 他下不来 不是啊 嗯 把这个根呢 全部给绞掉了啊 全扣掉了 看 多好 一个是一个的 大家要是又想要这个杨主膜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链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 或者是橱窗 在里面找杨主膜 下完蛋以后 每天都发货啊 看这杨主膜多好 野生杨主膜 多感情 干干净净的 快点嘎嘎嘎嘎 听听声音 没有碎的啊 没有坏的 嗯 大家下完蛋以后呢 我要是两天没发货 就说明这批货呢 都已经赛干 这批赛干的货呢 都已经卖没了啊 我每天都收货呢 等个一等两天左右 然后我收上来 给大家继续发 我开始包货 野生杨主军 都已经包好了啊 我妈现在往里装呢 一会儿大家 全部就发走了 然后呢 明天就更新物流了 注意他收吧 已经装了 装了最少 给三奈子了 能装走 好 咱们明天再见